最后疫情时代 全球陷入了通膨危机的现象 可能要让不少家庭被迫精打细算 缩一节食 就连欧美民众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耶诞节庆 这个餐饮跟礼物的费用 也可能要缩水了 因为新冠疫情先是打乱了各项商品的供应链 接着又是二无战争 让有世界股仓支撑的乌克兰 所生产的小麦大麦葵花籽等等 出口受阻也进一步推高了粮食的价格 这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让大家的饮食习惯都产生了变化 即便到了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尾声 要迈入2024了 但这样的后疫情时代 这种现象也回不去了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台湾人 或者说整个亚洲民族都很熟悉的泡面 泡面这种东西可以说是方便 美味又好吃 那如果说是从小吃到大 不过在欧美地区 这种即食品一直都是比较小众的储量 直到新冠疫情把大家都关在家里头 许多外国人才知道 原来泡面这玩意儿有这么大的魅力 在习惯吃玉米饼不太吃面的墨西哥 素食面的销量在2021年跟2022年 都有双位数的成长 而且要说吃泡面已成文化高度依赖的地区 那还是得我们亚洲稳居宝座 前五大的泡面消费市场分别是中国 印尼印度越南还有现代泡面发源地的日本 而台湾排在第16名 但我们的泡面口味 我个人觉得有世界前三的水准 在这个新鲜食物要价越来越贵 手头紧的时候 越出吃大餐越底吃泡面这个另类文化 正拓展到全球的更多地方 此外包括了南非上班族的共食文化 因为餐饮调涨慢慢变成了独自午餐 还有阿根廷失控的通膨 让食物类的价格翻涨一倍的奇异景象 导致阿根廷低收入族勤转向 慈善厨房或者失散处等机构来求助 图一个温饱的状况 都显示了现在一家人要饱餐一段的成本跟难度 比起疫情跟战争发生之前是要难上不少的 以上就是这节的欢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